日前有四名美国会议员致函拜登 敦促在今后的预算中增加对台军事财政援助 另外呢 美海军陆战队司令伯格也表示 考虑在印太地区扩大运用攻击型自杀式无人机 并暗示台湾有事将部署该武器攻击解放军的船舰 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谢谢 这真可谓是数一尽而风不止 美国政客的有关言论充分地表明 美国反华势力 出于自身的利益 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势力冒险挑衅 挑动台海紧张局势 目的呢 是借台湾问题遏制中国发展进步 损害中华民族利益 阻挠中华民族复兴 这也充分证明民进党当局妄图以美谋独 只会祸害台湾 给台湾同胞带来灾难